湖北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区 未来有福了 其中有你的家乡吗? 汉南区 隶属湖北省武汉市 位于武汉市西南部 长江北岸将汉平原东向边缘 总面积489.74平方千米 2021年汉南区 常住人口61.8万人 截至2021年10月 汉南区下辖四个街道 2021年汉南区 地区生产总值1728.34亿元 比上年增长10.0% 武昌区 隶属于湖北省武汉市 位于武汉市东南部 长江南岸 与汉阳汉口隔江相望 总面积107.76平方千米 下辖15个街道 武昌历来为省州府县的治所 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地 境内大致中不高 南北逐渐降低 西向长江 东向东湖缓斜 截至2021年末 武昌区 常住人口127.00万人 2021年武昌区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1664.44亿元 东西湖区 隶属于湖北省武汉市 又称武汉凌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处长江之北 境遇东靠张宫堤 分别与江岸区 江汉区和桥口区接壤 西南滨汉水与菜店区相望 总面积495平方千米 下辖12个街道 东西湖鼓鼠汉阳县管辖 于1958年设立 武汉市东西湖区行政建制 2010年升级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实行区、区合一的体制 是武汉三大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 东西湖区地处江汉平原的东北原 地势一马平川 汉江、汉北河、沦河、府河 四条河流分别从南、西、北 三面环绕区境而过 截至2021年末 东西湖区 常住人口91.70万人 2021年 东西湖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76.0605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73987元 其中有你所在的地区吗? 对于这三个地区 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